大家好,我是金燃,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 请订阅我们时事金扫描 您随手的点赞和留言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觉得有意思呢,就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贵州的大火还没有熄灭 广西百色等地又传出了发生多处的山火 而民间的说法和官方的报道是大相径庭 中国的广西几乎在同一时间 在不同的地区发现了山火 官方的报道是说 贵北贵西的百色和河池等地呢 在20号接连发生了多起山火 火点多达22个 到23号百色式的山火已经基本扑灭了 而民间的说法呢 是广西百色隆林的山火已经烧了几天几夜 根本没有扑灭 至少几百亩的山树林被毁 是损失惨重 党媒环球时报终于是对贵州山火报道了一次 不过呢 比起它对去年夏威夷大火的时候的26篇报道 让人怀疑这个环球时报 难道是夏威夷当地的中文媒体吗 还是说环球时报重阳内外 歧视本国的山火不够洋气 很多网民就提出个疑问 为什么影响半个贵州的山火这么大的灾难 竟然连续一周都上不了中国微博的热搜网 是谁有意在忽略这场灾难呢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中国南方的大火是不断 除了各地的山火 周一又发生了一起南京居民楼大火 2月23日凌晨 中国南京市雨花台区 明上西远小区的6号楼 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突发大火 最后呢 从上到下是遍布火苗 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 44人住院的惨烈结果 冰上西远流动啊 流动的下现在造火了 这个火势很大很大 流动的邻居们 你们赶紧要下楼了 明上西远6号楼的名字们 现场视频中啊 可以看到那栋高层住宅楼 在多个楼层找起大火的时候呢 同楼的很多的居民家里还亮着灯 一个住户啊 就表示说 说这座楼有30多层 他住在15层 看到呢 是一楼的架空层的电动车充电的地方 起火 引发了大火 他最后呢 是从楼梯走到地下停车场逃生 如果说啊 一楼着火引起的 但奇怪的是什么呢 烧出明火的 却是在高层的几层楼的窗口 一位王先生呢 就告诉记者说说 自己以前是接受过 火灾逃生的培训的 所以他一看到发生火灾 他赶紧到厨房用水 把家里的被子给浇湿了 他妻子和两个孩子 也都戴上口罩之后呢 才出了房门 一家四口 是裹上这个被子 开始往楼下走 他表示说 当时楼道里是什么都看不到 都是烟 只能靠直觉来走 因为是在南京的市区里头 救火车可以很快到达 但二十多辆救火车 一起动手 到了天亮之后 高层仍然是有火没有扑灭 上面还在找 楼上那个还被灭 还在找 楼上去 让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 大火烧得正烈的时候 大楼附近的广场上 居然有一群大妈们 踩着欢乐的音乐 在跳广场舞 一边是巨大的灾难 正在发生 另一边呢 是眼看着灾难 还沉浸在欢乐中 这得是多大的胸怀 多冷漠的内心 才能支撑住 以前有个大火之下 验核酸 现在又得加一个 大火下跳广场舞了 末日之舞 也不过如此了吧 说到灾难呢 最近少见的天灾 是层出不穷 先是2月20号 江苏的南京 苏州 长州和无锡等地呢 都出现了 罕见的雷打雪天气 雷打雪天气 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 对雷打雪天气的不祥传说 正所谓 雷打雪人吃铁 冬天出惊雷 遍地出毛贼 冬天打雷 焚成堆的说法 焚成堆虽然没有出现 但车程堆的现实 倒是马上就有了 2月23日上午 苏州工业园区的 兴唐立交违新路段 发生了上百辆汽车追尾的大型交通事故 现场啊是一片狼藉 甚至出现了在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呀 都被失控的车辆撞飞的情况 哎呦完蛋了 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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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的搞大了搞大了 怎么突然间这么严重 问题是什么呢 苏州市气象台 在前一天的下午 已经发布了黄色预警信号 而且还特别指出 说高架高速桥梁等等路段呢 将会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 人们可是每天交着高额的过路费啊 但交通管理部门 却不做任何道路防御措施 不是失职 造成的人祸又是什么呢 好在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 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草荡 最后集中在了 处在埃及边境的拉法市 也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最后一个据点 据悉哈马斯还有四个主力营在拉法 有种说法 一旦拉法的哈马斯被消灭 世上再无哈马斯 以色列已经给出了最后通牒 如果哈马斯不释放 还在被关押的那一百多名以色列人质的话 那么乙军将最晚不晚于3月10号 对拉法市发起全面的进攻 打响对哈马斯的最后一战 而加沙北部在哈马斯被清除之后 当地民众已经开始敢于站起来 表达自己的心声 众多巴勒斯坦人高喊着 新瓦尔和哈尼亚 人民才是受害者 打倒哈马斯等口号 在当地游行 而加沙南部重镇汉尤尼斯 在被乙军占领之后 当地老百姓开始公开庆祝 哈马斯统治的倒台 打倒哈马斯 生活在拉法的巴勒斯坦人 则开始忧心危机的到来 很多人聚集在埃及边境 希望能找到途径 离开这个即将卷入全面战争的地方 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同为伊斯兰信仰的埃及人 却对巴勒斯坦人是高度戒备 毫无亲近之意 更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什么呢 全世界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 表示愿意接纳巴勒斯坦难民 大家可以数一数啊 埃及人在加沙边境建了多少层的高墙 来隔绝巴勒斯坦人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就是埃及 那么拉法式就在边境处 鉴于呢 哈马斯的最后残余分子 将会在近期在那里被清除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 已经提出了一个加沙战后计划 内容包括什么呢 在巴勒斯坦的所有机构中 实施去激进化计划 另外呢 以色列军队呢 将彻底解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 各派武装 并进行全面控制 并且赶走呢 被发现里面有大量哈马斯分子的 那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术 仅由以色列批准的国家 来为加沙提供资金 这个加沙战后计划 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管制措施 在我看来啊 以色列是完全放弃了 原来的怀柔政策 下决心啊 再也不给像哈马斯之类的恐怖组织 任何死灰复燃的机会 而且呢 内塔尼亚胡已经表示了 拒绝单方面承认 巴勒斯坦国的存在 2月24日 乌克兰情报总局证实 乌军再次打下了俄罗斯的一架 A50U预警机 乌克兰军情总局证实 乌军用S-200长程防空导弹 击落了一架俄军最先进的 A50U预警机 击落的位置呢 是在亚素海的沿岸地区 有人呢就拍摄到了 飞机被击落时的情景 了 她打了那麼機 俄罗斯的A50U空中预警机 被击落之后呢 当地的民众是连夜查看 飞机的部分残骸 名字是343A UDLNRV 俄罗斯的A50预警机 和美国的E2C预警机相比呢 性能上探测距离稍逊于E2C预警机 但对地面目标的鉴定水平上 据说呢还高出一筹 可同时呢 跟踪300个目标控制指挥 10架战斗机进行战斗 是俄罗斯空天军的核心特种飞机 如今被乌克兰是打下了两架 对俄军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损失 俄军近期 虽然在地面战中获得了进展 但在空军方面的是损失惨重 泽连斯基在最近的演讲中透露 说过去七天内 乌克兰已经击落了七架俄罗斯的战机 包括了苏34和苏35S战斗轰炸机 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呢 俄罗斯已经损失了至少388架 各类战斗机和300多架直升机 虽然现在还占据着空中优势 一旦面对美国和欧洲 提供给乌克兰的F16战机的时候呢 俄乌战场的形势可能会发生逆转 好了 这一次的时事金扫描就聊到这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 点赞和留言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喜欢呢 就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